主席 主席還有曾主委 財政部吳次長 還有各工股的董事長 總經理啊 金控公司的董事長 還有我們與會各列席官員 是不是請那個曾主委 請曾主委 主委好 主委我本期請教 我想 大陸的證監會 主任說要把A股 納入MSCI的指數 那下一步則是 護台通或者是 路台通 那這個 台路資本市場 連通它的影響 到底到最後是做大 或者是 資金被吸走 謝謝委員指教 兩個問題 大陸的上海椰股 沒有錯 他們一直想爭取 進入MSCI 他們一直在爭取 這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要不要 台富通的部分 跟委員報告 證監會的 齊主任在浩浩大學演講 有提到這麼一個議題 那跟委員報告 國內的部分 跟假設要台富通 基本上我們國內必須有這個共識 那這一部分 金管會還沒有進行相關的評估 那你要是評估以後 你認為到最後 是我們把它做大 或者是我們的資金會可以吸走 你有沒有這種想法 初步看 可能要分 短中長期來看 短期 初步看 可能我們資金會流失 會流失齁 對 好 那我想這一部分 金管會應該要審慎的去評估 是 那 那我再請教齁 我想公共病 呃成於這個焦灼的狀態 那第一金照風金 兩大 呃這個 公股啊 來併 這個併它的種子 全力來充斥海外的這個併購 齁 那其他公股銀行對 合併啊 意願 到目前為止 到底是如何 呃 各位委員報告 這有關公共病的部分 呃 呃財政部是會同 欸金管會是會同財政部在推動 那基本上是潮 呃 讓 呃併購讓它的 資產規模能夠擴大 那能夠 一定規模之後啦 可以打國際盃 那亞洲盃 那你認為 第一 第一金還是趙風金誰來當領頭羊 呃 兩個都合適 但因為現在 游宜公會有不同意見 所以還沒有突破性的發展 主委啊 我想我們今天要修金融機構合併法 那本席要請教主委 其實我們在一年多前啦 金管會本來已經有提出版本 是 那為什麼會無疾而終 呃 當時是因為 後來報到醫院裡面去 那 行政院反對是不是 經建會審查之後 那 大概就沒有提出來 那 所以說是 那個經建會有意見 那財政部反不反對 呃 其實 我們後來跟 財政部的溝通非常順暢 那 比如說我們現在正在演繹中的版本 也沒有超乎 特別的相關的租稅優惠 因為齁 這個 上次那個案子是金管會最後自己撤案 呃 這個 還是怎麼樣 是 沒有錯 撤回去再進一步演繹 因為 因為喊了很多年的這個金融合併 那國內 公民銀行 呃 這個行庫 這為何 到目前為止 沒有辦家 有那個意願來整合 喔 是不是 你認為是不是誰想 誰都想當老大 呃 基本上 我的理解是 尤其在座的經營階層 都在這裡 包括 總經理董事長都在場 其實他們樂見 基本上他們樂見 能夠進一步整病 但是涉及到公會的有不同意見 所以到目前 都沒有一個突破性的發展 所以說齁 這個部分 當然 呃 這個跟政府的態度也有關係啦 是是 我認為說 這個政府的態度要是強硬一點 齁 因為當然 公會我們尊重他們 是 但是以整體國家 的這個 呃 發展來考量的話 齁 這個應該是要 要 要全力來力挺支持 是 各位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金融機構啦 啊 國內有39家銀行 我們真的希望整病之後 提升競爭力 我們希望台灣的金融也有像 台積電的金融列股 我們真的不希望我們台以後的金融機構 有七個小矮人 但是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金融的台積電 其他都像小矮人一樣 真的沒有競爭力 其實這樣我是非常認同 那個主委啊 合併要講求中校 那本期相信每家發動合併的金控 都會有自己的判斷 齁 那請問政府會採開放的態度還是干預的態度 呃 我們金管會 呃 我的理解 跟財政部現在還在密切 呃 在合作 我們希望真的 呃 以後有突破性的發展 主委啊 是 我想趙鋒金啊 是公股行庫的獲利王 齁 那你認為趙鋒金是不是 企圖心最強 來發動 呃 這個併購最好的這個金融機構 最合適 最合適齁 是 那就主委您的看法 趙鋒金如果 發動併購 公公病 公民病 呃 兩種 哪一種是比較容易 跟委員報告 因為假設政府機關要併民間的 因為民間基本上 他們到現在為止 呃 意願可能低 呃 所以 當然 呃 民民病最好 那民病公 那不可能發生 公病民 民間也沒有意願 所以 呃 公公病 對 這樣子 的機會 最有可能 但是這個 公會這一關 還是要去把它 呃 做一些 嘗試做一些突破 是 齁 那個主委啊 如果以分價來看 齁 本席認為趙鋒金應該可以說是 公股金控中的黃金單身漢 是 齁 那想必一定有其他業者啊 想要嫁給他 是 齁 那 這個 去年啊 在公公病議題報告中 趙鋒金有意啊 取第一 華南 集合庫 最後啊 採定 採取是 雙軸心 喔 這個的併購模式 那請問以目前 公民營金控哪一家 已進入雙軸心的併購過程 跟委員報告 從去年啊 一直推動 到這個 這個 到目前的情況 其實 都有在進行相關的評估 那 到目前 啊 還沒有進一步的突破性發展 還沒有突破性發展 是 主委啊 我想去年媒體報導說 財政部會指示 第一金及趙鋒金同步啊 去洽其他的公股金融機構 呃 的意願 齁 那雙軸心是第一步 後續啊 還要再推 國內 國內外的這個併購 以擠進 全國百大 這個全球百大的 打亞洲杯的目標 齁 那請問就主委 您的了解 這兩家公股 是不是已經全面了解 其他公股金融機構的意願 齁 跟委員報告 呃 我的理解是 後來財政部 也有請這兩家 去做 去接觸 去評估 去做相關的努力 這過程當中 呃 我也有參與 都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希望能夠促成 呃 有突破性的發展 那像找這些公股行庫 是不是都會有主力 找民間業者 金管會就會 呃 審慎來評估 所以說到現在 真的是一點結果都沒有 假設是公併民 假設民間的願意 其實我們也樂觀幾乘 呃 要是公併工 主力很大 是不是 呃 主要是工會的問題 我想齁這一點齁 站在整個國家整體利益的考量齁 就是要維護 工股的權益 齁 不要喪失 整個的一個主導權 那其他都樂觀其成 看起來好像是 張部長並不反對 工股的趙峰金 併南山人獸 那請問為什麼隔了一個週二 主委您就說趙峰金併南山 確定是已經變成過去式 為什麼 各位委員報告 呃 沒有錯 趙峰確實在去年的時候 有跟南山人獸 呃 提到要整病的問題 但是後來接觸大概 還沒有進入細部的討論之後了 呃 就這個案子就開始附中 所以這個案子是過去式的案件 那個主委啊 甚至你還很嚴肅 你說假設 呃 相關機關 持續炒作這個新聞 金管會 將會去了解 是不是有炒股的嫌疑 是不是這樣子 沒有錯 因為既然是一個 開始附中的個案 呃 就不合適在一直討論這個個案 因為呃 很多的金融機構 都是上市公司的 所以有 所以特別提出來做這個說明 主委啊 趙峰金 三合一案的併購新聞 到今天已經一個禮拜多了齁 那請問 當時你說的這個相關機構到底是誰 最後的結果到底 有沒有去了解有沒有炒股啊 呃 跟委員報告初步 初步 透過監視系統 去了解 呃 相關的 關係企業等等 股價 沒有特別 呃 異動的情況 這樣齁 是 所以說你認為 這個應該沒有炒股之前 是 是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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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